- 最近很多人問我兩個問題 欸星星,長天虎水門橋上映,朝鮮戰爭裡有哪些事情上映影響深刻的 欸星星,最近有冬奧會,這讓你印象深刻的奧運會是哪家? 欸,巧了,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同一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隨後10月,中國人民支援軍復朝作戰,拉開了靠美援朝的巡幕 而這個過程中,有一件事是支援軍沒有想到的 在作戰的過程中,竟然抓到了非常多的俘虜 俘虜的數量,甚至逐漸開始對前線的作戰部隊造成困擾了 於是乎,許多聯合國軍的俘虜開始被轉移到了後方 而這一轉移,震碎了俘虜們的世界觀 因為聯合國軍的俘虜們都覺得,虐殺俘虜天津第一 二戰之間,做歐洲門軍最高統帥部司令艾森豪威爾,1945年4月提出過一個建議 要將德國戰斧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投降的戰斧,第二種是被屌虜的敵對武裝力量 第一種類型的人,會讓聯合國軍人道對待,吃香喝辣 第二種類型的人,可以直接槍斃,實際上到1945年8月 很神奇的是,所有德國戰斧都被揮入了第二類可直接槍斃的類型,可以說是想當地自由了 因為已算一些原因,到了最被支援軍服的戰斧,進入戰斧營時,表情大概都是這樣的 這裡的戰斧營,不設看守樓,現好電網 無特殊情況,武裝人員不得進入營區 每人一套免備,一條毛毯,每人一件大衣,一套免衣,免褲,免帽,膠底大名鞋,加手套 下秋季,兩套單衣,兩套稱衣稱褲,而且所有被俘都是全新的 毛巾,牙刷,牙膏,肥刀等一系列日常用品,又什麼又什麼 戰斧可以打乒乓,彈吉他,拉小推行,再從書館看出,寫信回家 火石最低標準是,小造火石標準,服辱甚至可以自辦食堂,自己選村市員,做自己愛吃的東西 情況基本等於,鴨綠江組團豪華友,我現在正在懷疑,我在吃的東西都沒有他們好 而為了保證戰斧良好的身心健康,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 後來軍營軍必同戰斧營決定,大力發展體育文化項目 於是,隊員軍上戰斧營裡的戰斧,成立了一個運動娛樂委員會 1952年9月,運動娛樂委員會裡的戰斧們,在經過了兩個月的日內瓦公約和奧林匹克憲章的學習後 竟然主動提出,要搞一個,大的,要搞一個運動會來促進文化交流 剛好這件事,也能向全世界宣傳國軍優待戰斧的政策 於是乎,只剩第一屆,也是唯一屆輔奧會,被拉上了日程 三三運動員,來自英美法等14個國家和地區 比賽進行12天,於1952年11月15日,在必同中學操場上舉行 共進行了田徑,球類,體操,拳擊,摔跤,拔荷等27個項目的比賽 開幕式這一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鑼骨尋天,冰炮齊敏,人山人海 五大洲不同膚色的戰俘們,身穿統一的服裝,扛著各種旗幟,拍著整齊的隊伍,走進了運動場 奧運生活點了之後,各種比賽就開始激烈的角逐 其中,土耳其摔妖雄阿里夫,對於這次奧運會,相當地自行 猴鹰,如果這次我拿不到金牌,我就永遠不回家了 大有想帶戰斧影,騙死騙喝的石頭,只可惜,最後土耳其這位摔跤手,表現非常出色 他在土耳其摔跤這個項目上,魂掃出國 連一起場拿到冠軍,能完成自己的Flag,其三比賽賽線也是相當地精彩 足球決賽,在第一戰斧影士兵隊和第五戰斧影軍官隊幾年展開,理論上不可以找光面子 出去以後會很不好混,所以當士兵隊的隊長克拉克 被大會記者採訪問起,我們今天能否讀冠石 克拉克非常謙卑地說,如果我們贏不了軍官隊,今天我就把他們全部吊死 而橄欖球決賽就沒有其他比賽那麼順利了 由於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比賽需要靠上帝顯靈 這場比賽在第四戰斧影和第五戰斧影之間展開,比賽打得相當激烈 但因為進攻時出現多次反規,導致最終雙方比分高達0比0 根據橄欖球的規則,雙方得分相同時,理論上總馬數多者為勝 第五戰斧影是112馬,第四戰斧影只有56馬,實際贏家是第五戰斧影 但是,第四戰斧影堅決反對 你犯規這麼多,打上我們這麼多人,還好意思拿冠軍? 最終他們選擇用一個上帝方案,來得出比賽結果 這個方案就是,開硬幣 但結果還是第五戰斧影,得到了上帝的保佑 他知道第四戰斧影,從此會不會變成堅定的唯武主義戰士 同時與志願軍作戰時,非常擅長撤退逃跑的韓國人 在奧運會的比賽裡,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專業優勢 在三千米長狂的比賽中,包攬了前四名,實現了真正意上的大獲權勢 而這間奧運會,除了水上的項目,由於沒有游泳池,不能舉行之外 世界保留了立即奧運會上的所有傳統項目,包括,掐性文記 在奧運會上,有位美國人拳戒手,在比賽前,同朋友們 偷了一瓶亮眼鏡當興奮技,從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競技狀態 世偶被名黑人士兵打小報告後,他的成績被取消,然後被罰了七位豬 本來我覺得挺意外的,後來看到是美國兵,我就理解了 當然,這間奧運會也出現了很多記錄,像在100名轉跑比賽中 20歲的美國黑人選手,約翰·圖馬斯,遙遙領先,竟然跑出了10秒6的好成績 榮獲冠軍,當時世界紀錄是10秒2,只多了0.4秒 而這些現象也可以證明一件事 俘虏是健康狀況,真好 美國看到的幾件事,氣不打一出來 你這麼優待的俘虏,那我說的話不就等於放屁了嗎 就是美國開始散布各種支援軍虐待俘虏的謠言 並且展現出了自己高超的行動力,派轟炸機親自轟炸戰俘營,講個笑話 等於國軍戰俘在戰俘營裡受到的最大威脅是來自美國飛機的轟炸 然而美國政府千算萬算,說到最後發現小丑竟是他自己 美國政府雖然不想宣傳中國戰俘營裡的事情 但美聯社想搞個大新聞 當時美聯社有個隨軍記者布蘭克剛好被支援軍俘虜 他派了大量戰俘營好運會的照片 並通過美聯社發稿,亮美國官方也不敢親一口腰 很快這些照片就被發網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 引起了巨大反響,美國官方後來和這個記者哼得牙癢癢 但因為輿論要領他道,就美感不害 我就喜歡像這種無能狂怒的樣子 而在奧運會比賽結束時,也舉行了隆重的發展儀式 展品都是從北京上海省陽等地購買的 禁泰蘭花瓶,絲枝雨傘,彈香木扇子,玉石下鍊 以及各種精美的手工藝品 優勝者都非常高興 甚至有的輔助說,我回去以後要把這些東西作為我結婚的禮物 然而,當這些戰俘回國時 許多人卻受到了美軍的迫害 美國陸軍對這些戰俘進行了長達十年左右的跟蹤監視 他們甚至斷言,數千名美國戰俘中 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洗腦了 有嚴重的通敵罪 因為他們符人就誇共產黨好 還有75人已成為共產黨的特務 確實,如果把我們以反戰為阻止 優待、俘虜還給他們發獎品的行為 說成是洗腦的話 那明知自家人被俘虜在那個隱地 還有特地組織飛機去空襲轟炸的美軍 可真就是人間之瀉了呀 一兵,會不會來自自家民主的炸彈炸死? 一兵,樂呵呵享受真正平等的運動會 但凡腦子還算正常的聯合國軍大兵都知道 什麼才是真正的善意 趣味而又噁心的套路 在真正的良心面前,顯得更加可笑 用良心引賴的人心,更談不上洗腦 這也難怪,在那個看起來和戰爭格格不入的 戰俘奧運會的逼姆士長 拿著跳高第一名的美軍下士 威廉不理會那麼激動 他走上足跡台,大聲朗哼了一首詩歌 表達了全體戰俘共同的心聲 為什麼戰爭人再繼續,人們還在失去生命 為什麼和平還不能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旋律 在這裡,體育比賽是那麼的有趣 可是在那裡,威廉時的競賽,還在進行 不要戰爭,我恨戰爭 17,18歲的,20歲的 沒有機會,少了